多位网友视频显示称 3月3日下午 郑州北龙湖附近一处停车场上 多辆汽车同时燃烧 火势凶猛 不时发出爆炸声 现场火光冲天 火势随风势迅速蔓延 浓烟滚滚 大量民众围观无能为力 眼睁睁看着汽车被烧成只剩骨架 火灾原因不明 有网友怀疑可能是某辆电动汽车自然引发的火灾 南京接连发生火灾 3月3日 南京牧府路润风批发市场发生大火 现场视频显示火光熊熊 期间伴随爆炸声 黑烟滚滚 江苏无锡阳间阵仪电动车场爆炸起火 2024年3月3日下午 江苏无锡阳间工业园区 一电动车场发生火灾 现场火苗冲天 浓烟滚滚 伤亡情况不明 沈阳发生惨烈车祸 沈阳大巴车撞上线高杆 穿于20人死伤 3月2日 辽宁沈阳 一辆大巴车撞上线高杆 巴士顶部严重受损 据传事故造成20多人死伤 目前中共官媒对此突发恶性交通事故 全面噤声 目测巴士高度超出线高杆一米多 巴士顶部严重变形 前部受损更加严重 前座至少两位老人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中共两会在即 北京气氛比往年还要紧张 在天安门前巡逻的武警明显增多 而在中南海新华门前的变异 根据目测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每年一度的中共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 俗成两会将分别于3月4日 5日在北京登场 当局的维稳手段不断升级 香港明报3日报道 今年两会解除闭环管理 不过北京市面安保 比近年往届严格 进入长安街核心路段的路口 都加设了关卡 想要进入的行人 则需要刷身份证 回乡证则人手检查 在天安门附近 就算路上骑自行车的市民 也需要通过关卡检查 天安门前一队队武警整队巡逻 目测比平日巡逻人数多 在中南海新华门前 变异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除了明显增加的武警以外 朝阳群众也增加了不少 报道说 从建国路开始 每500米左右 就有一个朝阳群众的港厅 60岁左右的大爷大妈 三四人为一组 穿红衣戴红帽 有的人坐着闲聊 有的人站在红伞下 报道称 三日 北京西四环一座桥边 插着群房群制港旗子 老人穿着大衣 戴帽子 在桥上站岗 在场的一名大妈 是前央企退休人员 居委会派她来守桥 她说 每天上午八十至晚上六十 都有人员轮流守桥 怕有人在桥底下搞破坏 每人站两小时 其他时间由警方负责 最近很奇怪 整个广东 好像有一半的人都生病了 都是在咳咳咳 这个是几种感冒混合在一起 我已经咳嗽了一个星期了 而且咳嗽的力度 咳的腹痛 有些人说咳的肋骨断 真的不容小觑 如果大家出门 能戴口罩的尽量戴口罩 能给孩子戴口罩的尽量避免 要么就提高免疫力 真的要特别注意 不然真的好不了 我们已经有半个月了 都好不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 从春节前到春节后 每次身边的朋友聊天 喝茶 聚会 这一个月时间内 你身边是不是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朋友 是不是都感冒了 是不是都咳嗽 是不是都有这种 三羊四羊五羊的状态都有了吧 所以 实际上这一波的这种 你说流感也好 你说那什么冠也好 其实就是这一波 基本上我认为 我之前预估的话 可能是百分之五六十感染了 现在不说百分之百 百分之九十都差不多 所以 隐形的 看不见的 这些才是真正具有杀伤力的 而且我身边的所有朋友 我们在一块聊天 都在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养了之后 你的身体状态怎么样 几乎所有的朋友 几乎啊 小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